原来这个都不是你在控制的 就像我很喜欢赌博 后来为什么不赌 开悟了 为什么赌博是靠运气的 不是靠技术的 跟技术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 你再认真也没用 所以各位 业的力量 业的力量像瀑布一样 佛陀这样形容 如果你要得到一个善的果报 那你就广照善业就好了 而不是用心机 如果你的心机 就是说我去做这个生意 我去做这个事情 对我比较有好处 那又离开佛吧 又得不到佛的加持 我做这个事情 是为了利益众生 祈求阿弥陀佛加持 那你去做吧 你的动机没有自私 自我爱惜 自私是所有痛苦的根源 因为那是烦恼 唯有奉献给众生 祈求三宝的加持 才是快乐 才是自在 我想每个人都 佛陀要教育 我们是这个观念 做护士 做医生 做企业家 做先生 做太太 做老师 不管你做什么行业 事业 要把这个事业当做是佛事 那你做事业也有道理 但是这里面一定要考虑到戒律 道德 善良 就像各位现在听佛法了 叫你去卖牛肉 好赚啊 不行 对不对 虽然我那天回来 我们李志雄说 师父我们这英国的牛 这边的牛 从爱丁堡 到格拉斯哥到这边 沿途的牛 是炒很多 自然的牛 没有圈养 慢慢让他产奶 如何如何 讲起来对 还是自私 因为你只想找好的材料的牛奶 给你儿子喝啊 你根本不是利益重生 为牛想 怎么怎么想 还是为你儿子想 最后他们只是受少一点苦 不是不受苦 那些牛会说 我高兴我愿意嘛 这些牛不会怎么说的 就是人类为了自私的动机 可以保护人类的胎儿跟价钱 这些牛被另外一种款待了 安乐死跟自杀都是自杀的 打麻醉剂死跟枪击死 那只是死的那一刹那感受不一样 夜暴它还是要再轮回 所以我想 我们既然讲 利益众生 那各位要想得很透彻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就是说 慈悲不是我们去放生那一天 慈悲 而是老人 慈悲是在你的生活档下 家庭事业 你要充分地去慈悲 而且佛教也不是分开了 等我这个修完 再来修慈悲 佛教不是 不能把佛教切一段 现在有些人说我在研究什么佛教道次第系统式的 他认为一二三四五 那你会伤害到佛教 佛陀讲 佛陀讲的是一心 这个一心里面包括刚刚讲从信心到菩提心到空性 是当下都要做的 而不是说 我一楼跑到二楼 我就不用去一楼 我二楼跑到三楼 我就不用去一二楼 所以我为了达到这个 所以我在追求这个 那 所以念下来 不退出心 成佛有余 这个不退出心就是代表 愿成佛的 为利益众生的菩提心 你要用菩提心 你要发起愿成佛的心 而且佛怎么想 我尽量往上 最后你成佛还是这个心 就叫圆满菩提心 一开始要发心 后来圆满菩提心 所以你的动机并没有分别 这是因为我们的资粮智慧不够 千万不要把佛教切断 切断 所以讲大悲心 它必须要包含信心 惭愧心 相信因果 出离心 这是基本的 你不可能说 我有慈悲心 但是我不信因果 我没有归一三宝 你没有归一三宝 那只是你自己的善心 因为我们的慈悲心 是依止于佛陀的心的慈悲心 所以要用这样来理解 我们所修行的方法 特别今天是农历二十八 今天念下来 阿弥陀佛功德加持日 阿弥陀佛功德加持日 持灾灭罪九十节 持灾灭罪九十节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守八幻灾戒 那又念阿弥陀佛可以消除九十节的 但是今天各位没守八幻灾戒 那无所谓 等一下吃素 好不好 明天上午再补一顿素 对不对 吃三餐素 因为呢 大乘佛教来自于帮助众生 而不是你个人 不是你个人 特别到七月二号之前 都是佛陀的成道乐 像今天是多少倍功德 你想一千亿倍 一千亿 人的人三百六十五天 过一百年才多少天而已 但是今天所做的变成一千亿 今天明天到七月二号 那是个大圆满日 那天各位吃素 放生 点灯 发菩提心 念佛 看经典 好不好 因为呢 这样 我们不是贪功德 而是这些力量 我们才可以回向给众生 就像英国偷欧 你说没问题 我负责一亿英镑给你们 那就OK 一亿英镑算什么 我们这个功德太大了 以这个来回向英国女王 英国未来新的首相 对不对 英国脱欧也好 没脱欧也好 大家都和谐发财 那这就是学佛的人的一种法系 哎呀 法力无边 对不对 三宝加持 不可思议 所以各位 还有没有烦恼 没烦恼 烦恼是制造的 因为你放不下 所以因为放不下 所以我们赶快 不仁不罗弥多心经 赶快念经 思维经典 既然念到空 既然念到阿弥陀佛 那阿弥陀佛叫我们要 要对世间看 世间是我们来慈悲的地方 不能执着 所以去阿弥陀佛是为了正的空性 跟大悲不退转 你才可以回到这个世间 救度众生 所以鸡丢到水里面会淹死 但是鹅就不回 对不对 这个不污染 这个鹅的翅膀不污染 那各位现在看到 帅哥没你眼睛都发亮 这叫污染 喜欢人家讲好听 喜欢别人尊敬 喜欢别人如何如何 这个叫心脆弱 所以那你要懂得训练你的心 坚强的接受一切 所以回去跟你老公说 老公 如果你决定要离婚 你跟我提早三天讲 我不会问你为什么 我只会问你留多少钱 因为我要生活 要带儿女 其他的感情是假的 无所谓 但这个代表你放下 如果你这么放下 不会计较 你老公才不跟你离婚 哪里找出这种 这么好的女人 不会跟我吃醋的 所以 但是如果你一直很担心 我讲的是一个比喻 就是说 无畏 我刚刚讲了 随缘而无畏 无畏是 你没什么好担心 我怕什么 现在我在这边讲课 外面有两个人 我现在拿枪打死你 等一下 等我讲完回向盘 叮死了 OK 各位要经常观修 就像玄奘法师 为了到印度取经 被土人 本来要杀一个小孩 看到玄奘法师白白的 就把他抓过来 绑起来 这个好 这个让他记神更好 结果底下就烧个火 要把他活活烧死 玄奘法师说 给我几分钟 我是个修行人 那我念完我的经 他就念般若心经 那时候还没有翻译 因为他完全按靠这个般若心经 结果念完以后 正在念的时候 他眼睛闭前念 整个变成鬼哭生 那些坏人 那些土人都跑掉了 吓坏了 所有绳子自从解开 所以玄奘法师 看到他更有信心 怕什么 再大的灾难 靠着经典的力量 所以对他这种不退转 要拿经典来翻译 他不懂经典的意思 都有不可思议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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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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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yer 都 ideal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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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過鸚鵡的叫聲喔 喔 鸚鵡的叫聲喔 鸚鵡的叫聲你聽過喔 那很厲害囉 那鸚鵡的叫聲很好聽喔 可是我好像沒怎麼聽過 那聽說鸚鵡會學人家講話對不對 對啊 而且我還餵水果給牠吃過呢 喔 這樣子啊 那你有沒有聽過圖鷹的叫聲喔 我是沒有什麼聽過 可是我好像知道 牠的聲音像老鷹 不過比較低沉喔 嗯 鸚鵡的聲音呢 真的很有特別的地方啊 就是呢 很低沉的跟老鷹一樣 那有一隻鸚鵡啊 牠這種低沉的聲音 牠卻想要學鸚鵡的聲音耶 好奇怪吧 那所以呢 就發生了很多有趣的事喔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下面這個故事囉 請看 Let's go 鸚鵡 當然 可憐的肚子 一定會叫個不停的 於是圖鷹打定主意之後 就出門找尋食物去了 啊 什麼都沒有 今天又沒有找到食物 已經好幾天沒有找到一丁點食物 看來明天還得早起啊 這天早晨 鸚鷹又起了個大早出去找吃的 可飛了半天 牠還是沒找到一口食物 鸚又累又餓 忽然看到了什麼 只見一隻小雞進入了牠的視線 啊 有小雞 啊 有老鷹 快 快 快跑 看你往哪兒跑 啊 不要抓我 哎呀 呀 好疼啊 好痛 好痛 好痛啊 我要